第一步 跳投出手得分 這是六號的許迅 許迅 許迅的急停 今天整個在調度的輪遁 輪遞上面速度是非常快 同時也真的必須要讓戴維斯 下去喘口氣休息一下 以前的跳投出手有了 許迅做一個假動作 成功騙起的蔣玉安 真的是 下個月才滿21 但太老練 外線把握住了出手得分 馬上偷進一顆三分線 這真的從小到大 就是恩家的 跟上半場一樣好 稍微給六號的許迅 再交給金鐘葵 跳投出手 彈一下之後彈緊 今天狀況相當好 目前的得分已經來到了快20了 得分也是非常重要 那剛剛中華隊教練團這一邊 在戰術板上面其實指定的是 告訴自己的隊友在進攻上面 必須要去做到切喘 那上下擋的情況之下 外圍的射手去做到埋伏跟出手 許迅切入給小秋進去 現在藍底下交給了金鐘葵出手得分 今天大概就是金鐘葵這一個點 手防守上面出現比較大的問題 崔俊龍 稍微給許迅 最後時間還有十秒鐘左右 進來了 這就到藍底下出手得分 許迅 偷跑直接扣籃得分 50比47 許迅 許迅 再出來 外圍的 這是崔真壽 這就是韓國最厲害的地方 在進區裡面比較得不到太好出手的機會 原因 找一個許迅 哇 溜進來了 對這個防守上的交代並沒有交代得清楚 韓國隊球員推搭是後續的動作 是 62比48 哇 一樣 這真的 在第一拍的速度上面似乎真的跟不上 其實他家其實就有一個類似像檢疫球場這樣子 當然附近的是把燈關掉 訓練他在場上的一些判斷 沒錯 而且除了判斷也在手感上面來講 會進步很多 哇 這個球又傳進去了 其實第四次到目前為止 你可以今天現在在第一線的壓迫 就是非常正確 不然正常打其實機會不是很大 哇 這個球被金鐘葵殺進來了 競算加法 77比67 交換暫停之後 韓國隊第一波進攻得到分數 減號的外線跳投出手 不經 這場比賽拉下籃板之後的比賽也要結束了 本界韓國國家隊相當年輕 平均年齡24歲 非常順利 同時 谢谢观看